你好,今天是2024年7月12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這條片下面一個聲明 聲明有三個連結 第一個就是連結去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跟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就是去連結Bang軟件群組 容許網友在Bang軟件群組裏面 互相討論,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一個YouTube Channel Capital Corner 有我和Herman Sir 說一下其權、美股和港股 第一個想說就是最近 昨天中良聯行看淡香港的樓市 覺得未來整年會跌10% 昨天一位老航專堅叔 梁志堅先生說 今年年底會反彈,會上升5% 因為基於他過去60年 在房地產經驗裏面覺得 香港還是有優勢 都是說說幾件事 一個就是專財、背靠中國、減利息 這些因素 覺得香港的樓價一定會扭轉 我覺得這些爭拗 不需要今天去判斷誰對或者誰不對 很簡單 年尾就結束、結束 等同我很記得去年 原來是今天 有一段影片 在另一個頻道出發 說看樓市 我在那個頻道裡面 我相對來說覺得是淡 我覺得樓價還會跌 但是另外一位受訪問的時候 都會覺得不是 因為開始的時候 那個討論 一定要去定義了 什麼叫做升市 什麼叫做跌市 我自己對升市和跌市的定義 就是最簡單的 一浪高於一浪就叫做升市 一浪低於一浪就叫做跌市 什麼叫做一浪高於一浪呢 就是說在上升軌裡面 它調整它的浪底 都比之前的浪頂為高 這就是為之叫做一浪高於一浪 它的回調只不過是一個調整 就是說它調整的低位 是比之前的浪頂高 那就叫做上升 什麼為之下跌浪呢 下跌浪就是說它跌下來 反彈那個高位 都比之前那個浪底為低 那這個就叫做下跌了 一浪低於一浪 那這個是一個要去定義 那好坦白說 現在香港那個樓市 這幾個月呢 這幾個月呢 就進行一個反彈 反彈了一個位 跌穿之前的浪底 那個浪底就是說 一浪低於一浪低於一浪 還在走一個下行週期 那這個就是一個最容易去判斷市況 那你看到很多問題 尤其是新盤 那新盤呢 其實現在 現在近這幾排 收票不少的 譬如是 黃竹坑的Blue Coast 他就收了1萬7票 他就推184貨 那賣出呢 就126貨 就是說那個成交比例呢 就135個營購 才賣到一家 那九龍灣的太風呢 再早一點 他就收到6700票 那他就賣得50貨 那他賣的比例就是134比1 那日出康城的Season Place 就收到1萬1780張票 那就首日賣出170貨 那就是69的比例 何文田、朗延峰 就收到9000票 就賣到199個單位 就是45個比率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經常計算一個 叫做conversion conversion就是 你收到多少票 而多少票可以轉到 叫做 成為買家 成交呢 那就是現在看這些數據 起碼是4、50分 就是比較樂觀一點 就是40、50票 才有一個人 是會買 如果是悲觀一點的 是要到去134 才會轉換得到 去買樓 那你就去計算 譬如如果是 現在最新的拍衛心 有4,000票 如果4,000票 以60去計算 就是賣到 六、七十個單位 如果是以百多的 那可能只有 二、三十個單位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要去看 接下來 這次拍衛心 相對來說 是一個叫做 給吸引的價錢 那就看看新世界 這個星期六 究竟是否賣到 那 講回以前的歷史 是否一定是可以 重複呢 還有是 究竟有沒有 基本面會轉到 令到整個世界 會變了 如果 一件事可以重複的時候 一個城市 不會衰落的 那不會以前 有最旺的是 威尼斯 以前 又不會說最旺的 西安 或者是長安 或者是六朝金粉的南京 他慢慢由一線城市 去居變二線城市 就是每一個城市 都有他那個 叫做生老病死 那 就是 說真的 他可不可以 轉到營 那以前的 叫做大城市 尤其是中國 他是 最初 是以那個 叫做 首都 就是他定了 那個位是首都的時候 就一定有很多 商人 或者是商機 或者是聚往 就是在那裡 譬如是 以前的長安 西安 或者是金陵 就是南京 跟著還有是開封 跟著還有幾個地方 那 就是這些地方 都慢慢慢慢 衰退衰落 那 這些就是 現實 那 每一個地方 就是 講回 查理士 迪根斯 Tail of two cities 雙城記 一開始就說 這是最好的年代 也是最差的年代 那其實 看看你怎麼看 就是在那個城市裡面 你把握到機遇的 就是最好 因為白費代輕 或者是有很多記憶 記得利益者倒下來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財富轉移的機會出現 你覺得就是一個最好的年代 但是對於一些人已經是有既得利益者 他們有一套行之有行的商業模式 賺錢的方法 但是因為那個叫做政治的轉變 或者是那個叫做生產力的轉變 令到它跟上不到的時代 那就變成一個叫做最壞的時代 那永遠都是叫做危險 和機遇是並存 那 你不去 走去找機遇的時候 永遠就出問題 那最近 想講兩個案例 有一個案例 就是說 在銅鑼灣 有一個店 就是做變形金剛的主題樂園 那我聽回來 就是有三個富二代 我想應該是很沉迷變形金剛 是他的超級粉絲 那他的不約而同 就在銅鑼灣 在將軍澳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做了三個主題餐廳 那這個付出的代價都不少 因為他們自己喜歡 是不是可以變得到 真真正正正賺錢 就是兩回事 因為所有的主題餐廳 其實都不是 怎麼說 很難會有回頭客 就是我吃過一圈 我打完一圈卡之後 會不會再來呢 你收不收得到那個叫做 premium 是很難 我記得這個店鋪的前身 就是Burberry 為什麼這麼有印象呢 因為說在Burberry 應該五六年前 有個朋友介紹 介紹就說 他是幫Burberry做裝修工程公司 因為他有幾個項目 同時間開 因為他是銅鑼灣 要開這個店 還有就是東涌 那個叫做 Olex那裡 又開一個店 那他們同時間 開兩個店 那個叫做 資金流轉就不是那麼好 就問我有沒有朋友 可以借到錢 給他做一個週期的 叫做 轉一轉的流水 後來我就找到一間上市公司 做裝飾 就是做家具的 就借了一筆錢給他 就去度過了這個難關 他們給的息口不低 但是 因為做這些裝修 他們那個利潛算叫做高 因為做這些裝修 因為他們一定要 在特定的時間之內 要做到 做不到 他們會罰款得很厲害 還有如果做交譜 可能他們是會有 incentives 就是有些獎賞在那裡 他們做開這件事 熟手技工 只不過就是說 同時間兩個地盤 同一時間開工 就會有困難 就欠了這些資金缺口 最後來都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對這個 變形金光鋪的前身 就有少少的認識 這些叫做主題餐廳 其實之前香港都有幾間 有一間 如果你年紀 有這麼多的時候 就會記得 在有一城 有一個叫Rain Forest 熱帶雨林的主題餐廳 另外有一間 就是叫做Planet Hollywood 就是一些荷里活的巨星 包括阿洛斯華森力碑 史太龍 上隔雲頓 他們在一起 就開一個主題餐廳 在香港也開過 在新加坡也開過 曾經是 叫做 都很多人去 去玩 Disco 去朝聖 另外有一間 就是香港東方版的Planet Hollywood 就是譚詠麟 曾志偉 他們做一個叫東方快車 找了一班明星 開了一個店 最後告訴大家 是倒閉收場 你做一些主題公園也好 主題樂園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除了是賺那個硬件之外 還是賺一些叫做IP 周邊的產品 現在就再做了基頂盒 才可以去生存 這個是一個大盤的生業 還有他們有這樣的IP 有這樣的號召力的時候 他們會拿到一個很低的 吸引的條款 就好像在香港那樣 差不多接近一個叫做各地賠款 他們才來 他們基本上在香港的開店 就是開那個主題樂園 迪士尼 基本上是立於不敗之地 那 反過來 你一個 譬如銅鑼灣那個主題餐廳 又要花那麼多錢做個外場 又要搞整年的裝修 搏疫情之後會成為朝聖地 誰知道開業了一年 發覺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每一天還要流血 那時候就要斬攬尋求頂租 這個就是想跟大家說 有時候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那些叫做Hobby的東西 是不是別人都喜歡呢 有沒有回頭客呢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那有很多人 有些人說自己穿衣很厲害 那會開店 那賣賣什麼呢 賣自己喜歡的衣服 那賣自己喜歡的衣服的時候 就不打自己的工資 那會去開店入貨 那這些其實不是一種生意 這個是一個叫做Hobby 那我雖然之前曾經說過 就說應該要把你最喜歡的東西去做 做到極致的時候自然會有生意 那重點就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跟你去買單 買單 就是說你做到很極致 原來是自己刪埋沒 沽方自想 根本的市場都沒有人願意去付錢的時候 就很大件事 因為有很多朋友去做生意的時候 就會問身邊的朋友 會不會支持 贊不贊成 兩個很極端的 一是就是說 問家人 如果你家境不是那麼好的 大部分都會反對 因為你是跟現有的 既定的成功模式 商業模式是違反的 譬如大家認定了 如果我們是要去打工賺錢 怎樣怎樣 那一說你不是的 你要做些另類的方法去做的時候 家人就一定反對 他擔心你 那個日後可不可以自己自立 那所以你問他意見 就很大件事 那你問身邊的朋友 然後呢 有很多人 又會持兩個不同 很極端的意見 一個就說 很贊成你有理想 有些就說不是 根本他就不一定想你是好 那所以 我不會問身邊人的意見 那我只會看 一個大方向的主流 是不是 譬如自媒體 是不是主流 如果自媒體是主流的時候 就應該要去做 那你說用什麼方法去做 就要去摸著石頭過河 那這個 最後來 那個市場 賣不賣你單 就是說 你的客戶有沒有增長 你怎樣可以把線上的客戶搬到線下 這個是考你自己的功夫 但是 大方向在封口是沒有問題的 反過來 你做主題餐廳 你的優勢是什麼 你會不會覺得 那個人 會走來跟你埋單 OK 跟你埋單一次單 會不會是很連續性的 去跟你埋單 那 即是等於 我很記得在 2014-15年那時候 在北京 就有一個 叫做 友誼商店 即在酒店裡面 友誼商店旁邊 有一個賣德國鹹豬手 很出名的 德國的 啤酒 或者是食肆 那 很簡單 你 會不會天天去 不會 即是你德國鹹豬手 一年就去到最頂籠 頂了 就去一次兩次 所以你就要去看 你這間店 我要去招待的是什麼人 如果常住人口的 有幾多會 一年光顧你幾多次 或者是 一些流動的 即是遊客 會幫你幾多次 去計這條數 那 很明顯 這個主題餐廳 就是計錯了數 最近台灣有一本雜誌 叫做天下雜誌 他就找了香港做主題 他就說 香港會不會成為金融中心為止 他就做了幾個調查 第一個 他就說 外資逃亡 香港IPO就創十年新低 那那個 集資規模 最高就是2020年 是說 有四千億的港幣 集資到 差不多有四百間公司 即是說 每一間企業 上市差不多是集資十億 今年到現在 大概是三十億左右 比去年還要低 但是 在過往 其實由2015年開始 由千多億 又有 sorry 講錯了 2022年 不是 2018年 那個集資額是2200億 那大概是有三百間公司 那即是說 集資額是 大概每一間公司是七億 那現在 講緊大部分 由2015年到2023年 都起碼是一百億以上 即是差的就是二二三年 只有幾十億 今年是比去年更加差 那那個企業的數目 上市的數目 最高就是2020年 是四百間 那那個數目 今年是跌得很厲害 即是 早幾天的集資額 簡直是 認購不足 所以 令到香港那個 叫做金融地位 就是有所下降 那最近應該是昨天 長江基建 直接在這裏研究 好不好在英國 做第二上市 做Dual Listing 那意味著什麼呢 即是意味著 可能是香港的成交額 就不夠 如果 在第二個地方去上市 他做好他的那個宣傳 做到IR 可能有機會 那裡的成交 就會是更加活躍 那這個就是講 大家對那個金融市場的擔憂 就是昨天有很多網友留言 就是 通常一講房地產 一講托市 就會有很多人去留言 又說 又是否被共產黨綁架了 又說怎樣怎樣 我都是講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房地產價格再下降的時候 香港政府就是會赤字變成結構性 變成結構性的時候 香港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個問題大到你是想像不到 就是你想著那個樓宇價格的調整 沒有問題 但是我可以很坦白跟你說 那個香港的經濟 如果連銀行的業務 那個根基都衝擊了的時候 我想是比你想像中更加嚴重 如果是在這個樓市的位置再下跌多 十多二十或者三十的百分 因為你不知道底是多少 那你衝擊那個金融業 即是銀行業 你不知道會有多嚴重 還有衝擊整個香港政府的財政 有多嚴重 那一衝擊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一殺到就是聯繫匯率 那這個不是說危言聳聽 所以香港政府是要去將這件事 去要認真去處理 即是怎樣 你說托市也好 什麼都好 是將這件事 將那個可能流雨跌下去的速度 就是減慢 或者是令到可以收緊 在這個位置有沒有辦法去做到平穩 我不是說托市要去到升 但是起碼令到這件事 不會再愛化 如果再愛化下去的時候 死了就夠了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即是對於我來說 即是說真的 有什麼叫做利益 即是我經常說暢淡樓市 地產商會找我做什麼 一定不會 金融業 根本我做的那些 都不是這一類的金融項目 我做教育為主 對我的影響 微之又微 那只不過我是想說 我自己的擔憂 那香港有什麼的行業 我想會還是有機率 機遇 第一個就是商業銀行 因為中國始終都是需要通過香港 和其他國家去接軌 這個是會有那個功能在 因為始終中國都是會 現在越來越大機會去被制裁 或者是需要通過香港去轉一轉去做這些業務 第二個就是保險 你看到保險還有增長 第三個就是財富管理 第四個就是教育 這些是現實 很多數據 譬如有些物業 那個成交的價格 是說去回很多很多年前 譬如你淘大花園兩房335萬 創了九年的新低 維港灣大角咀做三房單位做回859萬 那這些又是一些新低 海宜花園兩房658萬 這些全部是新低 證明大家現在持有的業主 對那個樓市上升可以賣到一個高的價錢 大家是已經有一點點心死 否則他不會用這個價格去埋單 你說用感情的東西 又說我自己幾十年經驗 什麼風浪未見過 現在應該是最好的入市時機 用這樣去叫人家去入市 其實是一些叫做沒有稅據去支撐 你說那個人去看清楚他那個收入 知道未來的收入是有保障的 試到以後的收入是穩定的 接著去計算 因為你買自住樓也好 因為有感情因素 這樣去認為去買樓是對的 他自己計算自己的數 但是如果在投資的角度看 我覺得還不是 那昨天的美國的一個通脹的數據 他就出來了 就說有九成的把握 九月份就會減息 那我通常都是說一句 真真正正 看一下九月是不是減 第一 減了香港都未必會減 還有 第二就是這個減息 減息是不是一個持續 就是又是看那個叫做 又是是不是一浪低於一浪 就是那個減息那個叫做 持續的趨勢是不是 因為我看如果是特朗普上台 有機會 通脹是會比今天推得更厲害 因為他的計算就是 讓很多東西本土化 或者加很多關稅 令到那個物品的成本的售價 會上升得很厲害 如果真真正正不幸言狀 明年做一個回馬槍 我想市場是更加難接受 是死得更慘烈 就是這個我是不排除 有這樣的可能性 就是大家都是靠股 但是這個我自己 我會是很小心去看這個問題 幾年以來 就是前年就說 講上年減息 估上年減息 上年就估今年減息 今年由三月、六月 七月、八月、九月 慢慢去退 是不是呢 就等市場告訴大家 就算美國減息了 香港我想都沒有這麼快 因為之前那幾次加息 香港也都跟不足 這個就是大家看那個市場 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看數據 看那個成交 成交的而且出現了 一浪低於一浪的時候 就等了 等同以前樓市上升的時候 一浪高於一浪 我就說等好像放風箏那樣 等到它出現拐點 變成一浪低於一浪的時候 就是市場就完了 再去審視環境出現什麼問題 就是說 2022年尾 那時候就是跌破一浪低於一浪 就要去轉軚 那這些是一些我用技術分析 去排除私人自己的感情因素 的看市方法 那很多人未必會同意 因為很多人它是自己有了既定立場 才去評估市場 那我個人就覺得不會減息 如果真是美國的股票市場 真是出現了大的問題的時候 那它是 通常都是為了暴力減息去救市 那當它出現的時候 那個市場就會反映的 那到時才算 那如果是一個行週期的時候 我就不會 好像是曹仁昭所說 Don't catch a falling life 即是你不應該 在地上摺一把 在上樓一百樓 跌下來的一把刀 你摺到死 那這個大家 你要去想清楚 你等那把刀 真真正正跌到地上 插到實一實 你才慢慢拔出來 不需要找手摺的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登